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不停看到的那样 两千多年的帝国史告诉我们 每当我国皇帝的龙椅上 坐着的是一头猪时 皇帝的部下中不是猪的那一部分 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 比如熊廷币 袁崇焕 卢相生 孙传廷等等 剩下来的人们就会集体表现的 比他们的万岁爷陛下更像猪 比如这位乌阿恒总督 使人们具有充足的理由 由衷的感叹 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句成语的精荡准确 这种局面要想扭转 常常需要帝国将自己的能量耗尽 或者上帝出面干涉 比如令那头猪死掉 才有可能做到 不幸的是 中国人从来没有学会 如何防止这种情形出现 经常的情形是 一头猪死掉后 新上来的人还不如前面的一位 在前任打下来的 让人觉得已经朝不可言的基础上 后来者时常有本领 坏的超出人们的预期 坏的更加离奇 使人们一再感受到 清出于难 而胜于难之恐惧 中国人以一代代的聪明才智 创造出来的 比如中法制度和孔孟之道 三纲五常等等 为猪们甚至更坏的畜生 大模大样的走上龙椅 铺设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于是这个民族和社会 常常需要维持 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完全可以心平气和的 把那些对于孔孟之道的礼战 当成猪狗不如的声音 因为事实如此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